这两天股市盛传张忠谋生病的谣言 台积店昨天股价出现了强大的卖压 中场下跌2.88% 这比大盘的下跌0.48% 而张忠谋昨天下午现身演讲要戳破这个谣言 他还打趣地说拍几张照片 然后把它登到报纸上来证明身体很健康 好 其实对于这样的市场传闻 台积店内部是相当的重视 分别从传播媒体以及证券圈来打探消息来源 希望能够找出谣言制造者 证交所方面指出呢 并没有发现台积店股价有异常 但是他们会收集相关资料 如果发现有人放假消息刻意压低股价 一定依送检掉侦办 这完全是空气来风 我是不健康 董事长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有人放出这样的谣言 有想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这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谣言植物事 我现在现身出现 这个人才的问题 然后过去有 其实学界也有批评说 对于这个业界他们觉得投入的也不够多 您自己怎么看 我今天会讲人才问题 确实有台湾是有人才问题 企业有人才问题 其实社会 台湾社会有人才问题 我今天会讲 我今天会讲的 这一番事情是 我今天会讲的 请留下来 谢谢